在最後是講到這個Function 那你會想說那個Function跟Sub 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OK 那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當然第一個 你一定要知道VBA裡面的兩種型態 一個叫Function 一個叫Sub 那它的運作的方式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其實啦 將來你在問問題的時候 你也可以跟那個ChartyVegan 跟他講說 你到底要寫Function呢 還是要寫Sub 所以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幫我寫一個 這個VBA的Function程式 他就知道了 OK 然後 Sub部分的話 到底有什麼區別 那怎麼執行 執行的方法 到底有哪些重點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比如說呢 第一個要講的就是說 我是建議 因為他這邊叫我們要打開Excel 之後按一下LT加F11 去開啟那個VBA編輯器對不對 那這個是所謂的快速鍵 那我是建議 以後的話呢 如果你的電腦裡面 假設不需要用LT加F11的話 其實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呢 你直接從在Excel的上方 左上角這邊有一個叫 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吧 有個小小的箭頭 按下去之後的話 那我是建議 你直接把一個 這個功能把它直接打開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上方 除了檔案啊 常用之外 其實應該有一個叫開發人員 但是那個開發人員 目前沒有出現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那個功能給打開 打開的方式很簡單 直接一一從這邊點一下 二的話其他命令 三的話呢 就是一 二其他命令 三的話呢 請你找到制定功能區 制定功能區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叫開發人員 請你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OK 按確定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出現一個 頁面 叫做開發人員 那這個開發人員 你把它點開來之後的話 其實呢 VPA就在這裡面了 OK 所以 也就是說啦 當然除了VPA之外 還有其他功能 那這些功能都很重要 因為將來如果假設 你要做一些比較進階的 ECL使用的話 其實都可以利用這邊來完成 所以特別注意 開發人員裡面的VPA 那你只要把它點下去啦 結果就出來 那這個動作的話呢 跟那個什麼 ALT加F11是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啦 如果我不把它打開 我就記ALT加F11 不過這ALT加F11 難免會忘記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將來不要一直記那個快速鍵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直接乾脆把開發人員打開 那打開之後以後就會存在了 你就直接記得上面有個開發人員 記得喔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這邊把它打勾 這樣就OK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把它點開之後的話 那當然喔 你會遇到幾個問題啦 比如說第一個 就是這個VPA的佈局方式 我個人比較習慣是 讓它直接 把它浮動在這裡是有上方 那為什麼浮動在上面 主要是因為 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的實際上需求 比如說哪一個儲存格啦 要做什麼事情喔 你直接可以在上面寫程式 寫完之後 直接就可以讓它執行了 那所以呢 這個畫面上面喔 大概我 會習慣是把它浮動在這個畫面的 可能上方 那不要太大 不要把它遮住喔 那你可以透過移動 可以把它左邊移 右邊移 然後去寫程式 OK 這個是第二個我的習慣喔 那第三個就是說呢 這個程式呢 基本上貼記得喔 一律啦 假設沒有特別的需求 記得一律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程式呢 直接就寫在這個模組裡面 所以這個module打開來 其實就寫我們要寫的程式 這個都固定規則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寫一個 一個VPA程式的話 你先缺了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的話 你就先怎麼樣 按右鍵插入模組 然後把程式貼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之前好像這樣 按右鍵嘛 我先把移除掉好了 如果這個沒有對不對 按右鍵 你就可以直接插入模組 那按右鍵的位置喔 其實只要在這個框框的任意位置都可以 不一定要在哪一個啦 你就按右鍵就會插入了 記得喔 是這個框框喔 這個框框叫專案 有沒有 這個專案的這個框框裡面 任一個位置按右鍵 就會有插入 然後你就找到插入模組 所以喔 如果假設沒有模組 請務必記得 一定要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程式貼過來就OK了 你希望不要隨便找到空白的地方 就把它貼 那一定不會work 之前有同學有貼了 但貼錯了 他好像貼哪裡 貼在這個其他地方 他就不會work 那程式貼的話呢 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程式選取起來貼上 這樣應該就會正確 所以剛剛的程式在這邊 這一段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Ctrl-C 然後Ctrl-V就貼過來 OK 他就會work 那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Function貼過來之後的話 我第一個遇到問題 因為字有點太小了 他預設字太小怎麼辦呢 因為其實有點老花 看字都看不要那麼清楚 所以如果你假設字太小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如果字要把它放大的話 你要做一個選項 要做一個設定 設定的位置在工具裡面的選項 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這邊有一個字的大小 一般的話呢 我最少大概就12號字吧 12應該是最低的 OK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可以這樣用14啦 OK 12差不多按確定 字它會大一點點 看起來會比較舒服啦 不要說字這麼小看不清楚 那這樣的話呢 你確定說它是一個Function 那就可以work了 不過目前這個Function只有針對什麼 只有針對這個Lapt啦 當然其他你說是IPT啦 或者上個禮拜另外兩個問題 可不可以用VBA產生 可以 怎麼做 你們可以自己練習看看 OK 所以這個給各位自己練習啦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除了Function之外 其實你會發現呢 還有所謂的SUB 假如說你沒有特別跟它講的話 它產生出來的話會是SUB 那以我們ChartGPT產生的這個程式來看 那請幫我就是撰寫VBA程式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是SUB 那比如說我們以這一段來看 這一段我就直接放在雲端的第七頁 假設這一段 那你怎麼樣拿來用 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直接把這一段一樣 找到頭就SUB 尾巴的話就END了SUB 把它Ctrl C一下 那一樣嘛 直接把它切到VIO Basic這邊 那貼的話呢 記得把它貼到剛剛的Function的下方就可以了 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那跟各位講 SUB跟Function 最大的差別 就是如果你是Function的話 要從這個地方插入 OK 那可是SUB的話不是哦 SUB的話怎麼執行 我先把這個JU的刪掉 SUB的執行 跟Function不一樣哦 SUB的話呢 執行的方式呢 必須要透過什麼 VBA上面這邊有個有沒有 有點像一個播放器的Play有沒有 那這個叫執行 通過這邊執行哦 特別注意哦 執行方法不一樣哦 結果也不一樣哦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那如何執行 很簡單 貼過來之後 請你把游標 放在這個SUB跟ENDSUB的任意 中間任意行就對了 他就知道你要執行這個SUB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反正你目前看不懂裡面程式 到底在寫什麼 不過沒關係啦 暫時先不知道也沒關係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啦 反正他基本上 就是先取得Name嘛 然後再取得性別 然後再把他怎麼樣 再把他取得Lapt 他的第一個字嘛 放在這邊 然後如果是男生的話 串一個什麼 所以把那個串一個先生 反思的話呢就是小姐 不過他多寫一個ELS 然後ELS的話就是如果不是 如果性別不是男或女 應該沒有了 一定都是男女 所以這個其實不寫沒關係 但是他滿貼心的 幫你多寫一個敘述 然後最後的話輸出到哪裡 他這邊有一個輸出哦 輸出就是最後的title 輸出到C10 所以你可以看到Range C10 其實指的就是C10的儲存格 我們看一下輸出的位置對不對 C10看一下 C10在哪裡 C10 輸出到這裡耶 好像不對耶 OK 所以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如果他幫你寫Sub 你要執行正確的話 那你可能 你就要自己看得懂程式 不然他可能會任意幫你輸出哦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他這個先把他執行到台北就錯了 有沒有這邊 那如何改呢 這邊應該改什麼 因為這邊要輸出到這裡 所以這裡是什麼 D10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看得懂 我覺得啦 以後C10B常常出這種毛病 他常常就會給你 90%都對 但是就是差一個地方 可是那個錯誤其實不是很大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現在執行的話 我先把台北先複製到旁邊 因為他一定會把它蓋掉 我把它Range一下 他執行會變成這樣 吳先生在這裡了 不對有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我把它搬回來好了 OK 錯誤沒關係 我們直接改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看得懂 對 這邊把它直接改什麼 把它改成D10就可以了 D10 把這個最後的結果丟過來 OK 特別注意哦 慢慢你們要有個觀念 慢慢可以看懂程式 OK 不要求你一下馬上 可是你慢慢看多了你就會了 那其中的話 這個等號 特別注意哦 這個等號跟你以前所認知的等號 是不一樣的東西哦 雖然也是等號 可是這邊的等號 在這裡的意思 是說怎麼樣呢 把後面這些 這個東西丟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是賦予的意思 把後面的這個變數的資料 賦予到前面 那這個D10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所以它意思是把上面串完的結果 丟到這個儲存格啦 那這樣應該懂吧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OK 執行 讓一下看一下對不對 對了 吳先生 不過另外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是SARB的話 它有一個缺點 一次呢 只能執行一個儲存格 OK 所以哦 那你說 那不對啊 我應該要執行的範圍 應該是D10到D14 對不對 所以哦 接下來你可以再跟這個Trust B講說 請幫我改為輸出結果到D10到D14 它就懂了 OK 所以哦 不過呢 它會幫你加 加什麼東西呢 加一個所謂的FOR回圈 有沒有 你會發現哦 它加了這個東西 那什麼叫FOR回圈啦 其實回圈的話 其實就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在哪個範圍之內 所以呢 它幫你加了這個東西之後哦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哦 就把這個一樣哦 你們就往下捲動好了哦 在第八頁的下方 應該這個應該就第九頁了吧 有沒有 還在第八頁 第八頁的下方哦 跟第九頁的上方 這邊的話呢 把這一段哦 把它選起來 一般我選的方式哦 會是選頭嘛 然後按SHIP的鍵 再去點到尾巴的部分 然後再Ctrl-C SHIP等於是選取這個範圍 Ctrl-C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Ctrl-V貼過來 貼的話直接把它蓋過好了 那如果假設 你要比較 你們再看一下 其實理論上 它就是幫你增加什麼 增加這個東西 那這個FOR I 等於10 到14的意思哦 就是這個列的部分 那你會發現哦 其實最大的改變大概幾個啦 第一個 這個範圍 改變 頭有 有頭有尾 有頭的話就有FOR 尾巴的話就NATS了 第二個改變是哦 本來這邊是什麼 D10對不對 它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加上N的I 那什麼叫N的I 意思就是說呢 它第一次 會先把10 跟D串在一起 所以會變成D10對不對 OK 那NATS之後的話呢 它變成I裡面的值 就變成D11對不對 那11如果跟這個D串在一起的話 就變成D11了 有沒有 意思類推 所以D10 11 12 13 一直到D14 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這個範圍的東西 所以做完之後一樣哦 把它執行 那這樣結果就OK了 把它執行一下 試一下 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 D10到D14的結果 輸出執行哦 這樣OK了 好啦 請各位試一下哦 就是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如果假設我希望 可以幫我把 VBA程式寫出來的話 不是自己寫哦 是TRAGP幫你寫的話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 第一個請你把那個 開發人員標籤 先打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 VBA裡面自先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這邊把它自放大 第三個的話呢 就把雲端上面的 這個 程式貼過來試試看哦 不過這個有個Bug哦 這個記得你要改哦 沒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 重複的範圍直接輸出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